今天是2020年5月7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那么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判断的一样 今天A股是出现了预料之中的震荡 互生四大指数今天都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表现 上证指数昨天是突破了60日均线 今天则是一个回踩60日均线后获得支撑 那么成交量方面 今天互生两次的成交量是6672亿 这个数字比昨天的7211个亿是有一定的萎缩 但是萎缩的幅度并不是太大 另外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这两天A股的表现 并没有受到新加坡富时A50指数太大的影响 也没有受到美国三大股指期货太大的影响 而是走出了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表现 另一方面从今天A股的表现来看 我们还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两瓶酒也就是贵州茅台 五粮液以及券商板块 一起稳定大盘指数的迹象 那么对于券商板块今天上午的异动 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配合两瓶酒 一起来维持大盘指数的稳定 那毕竟之前券商板块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护盘工具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在主力资金维稳护盘的背景下 市场将会继续延续震荡式的表现 因为主力资金的维稳护盘 将会给目前市场里面资金的腾挪 创造一定的空间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今天主力资金在试盘券商股 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板块399975 是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表现 如果真的是主力资金在试盘券商股的话 那么后面如果哪一天盘中出现 券商板块成交量有冲击400亿的可能性 并且有一只券商股率先涨停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介入 券商板块的时候 而且介入的时候 你无论选择哪一只券商股 都会获得一定的收益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认为上升指数后面还会有冲击2900点的动作 板块方面 昨天我们就提过 在震荡时的背景下 板块的轮动是非常快的 这种轮动不仅是体现在科技股几个题材之间的轮动 也体现在科技股和大消费概念之间的轮动 那么以目前市场的资金来说 市场并没有办法同时支撑起消费和科技这两条主线 所以对于这两条主线来说 轮动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今天盘面上我们看到 就是从科技股轮动到消费这条主线上 那我们来一个个看一下 首先对于消费这条主线来说 贵中茅台无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而科技股这一边 这两天最活跃的无一就是半导体概念 其中领军的荣大感光已经是走出了三连板 如果明天荣大感光不能继续强势的话 那么半导体概念也会开始出现调整 那么后面接棒的就很有可能会是特斯拉概念 以及特斯拉锂电池概念 但是对于整个科技股短线的表现 我们目前还是比较乐观的 原因是我们看到 作为科技股目前的风向标 今天卓升威的股价在下探到五字均线附近后 是获得了一个支撑 而且从卓升威周线图上来看 目前的形态也并没有走坏 另外今天在卓升威调整的时候 有一批后排的高价科技股是顶了上去 像今天的吉比特 圣邦股份一往一创 我们这种情况对于科技股短线的持续活跃 会是一个好的迹象 但是这里我们也要警方一点 那就是次星股和科技股 会不会同时出现哑火的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整个A股的交易情绪 将会带来很大的打击 对于很多人来说 我们知道仓座上目前不一定可以完全跟上 这种板块轮动的节奏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考虑把消费和科技这两条主线 做一个组合的配置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龙虎榜数据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一共六家 分别是第一家 翠威股份 这是一家主营商业百货的公司 最近因为公布了资产重组公告 所以也算是具有资产重组的预期 那么连续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了1248万元 第二家德赛电池 属于特斯拉锂电池概念 继昨天上榜以后 今天是再度上榜 昨天机构席位是增持了2750万元 今天机构席位是继续大幅增持2.2亿 不过深谷同席位有小幅减持135万元 最终合计今天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2.191 第三家安科生物 属于防疫类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4184万元 同时深谷同席位也同步增持了1238万元 最终合计今天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5422万元 第四家中福信息 属于网络安全概念 同时也带有高松转概念 连续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了3736万元 第五家运达科技 属于新基建概念 这也是一家连续第二天上榜的公司 最近几天 运达科技是走出了一个连续调整的走势 今天运达科技是再度获得机构席位增持6503万元 第六家国民技术属于5G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小幅增持427万元 从今天的农户榜数据来看 今天机构资金增持的方向不是很清晰 但是我们在今天的龙虎榜上 还是可以看到机构资金在一些个股上 有非常明显的减仓动作 上之前连续强势的电子城中广天泽 今天都是有机构资金减仓的动作 另外像之前被机构资金逢低吸纳的赵益创新和南极电商 今天机构资金也都是一个拉高减仓的动作 这些都说明了 现在机构资金的操作其实和油字一样 也是非常的灵活 所以在震荡式的条件下 我们一直说大家绝对不要死抱着一只股票不放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北枪资金 今天北枪资金是净流出31.5亿 不过虽然今天北枪资金是净流出30多亿 但是我们看到个股的流出金额并不是很多 那么今天北枪资金净流出前五名的分别是 格力电器净流出4.14亿 白云机场净流出2.9亿 牧原股份净流出1.72亿 伊利股份净流出1.3亿 利群金利净流出1.3亿 而今天北枪资金净流入超过一个亿的也有三家 分别是三七户余净流入2.72亿 那么这也是三七户余首次上榜 接着是三亿重工净流入1.56亿 以及海螺水泥净流入1.43亿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目前的操作策略 我们知道5月20号中国的两会就要开幕 目前来看在两会开幕以前 只要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维持目前高抛低息的短线操作策略 那么这是今晚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